大家好我是未来之心 今天的话里面来的妈妈 就是尼泊尔丈母娘来到了 加德满都我家做客 所以要好好招待一下我们出去 给尼泊尔丈母娘买 买几件衣服再买一些礼物 咱们Let's go 现在我丈母娘还有里面来 买双鞋子 刚才买了点吃的 买了点鱼 咱们买点买方鞋子 一般都是老人家 穿的这个鞋子 现在不满意 那我们再换一下吧 汉密尔的话实在是能太多了 太挤了 摩托车特别多也特别少 咱们再往前走走 现在我们来到了 手饰店 这个应该算是算是手饰 大家可以看到挂着脖子上的这个绳子 尼泊尔人特别喜欢哈 你看我带着里面了还有我的 丈母娘 丈母娘的话 特别喜欢这个是个手饰怪脖子上的尼泊尔人 在今天的话买一些 这应该都 都挺实惠的哈 贵的话也没关系 这个因为 我倒是特别想送一点送多点礼物给丈母娘把这个关系搞好一点啊 刚才买了一点鱼 咱们今天多买一点 Finger 哈喽 哦这个 呃 上了点年纪的人也挺喜欢 也挺喜欢这个红红绿绿的哈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很多都是红红绿绿的红绿绿的 太多了 太多了 一般人特别喜欢我丈母娘的话正在挑选哈 真的挑选吗 丈母娘可能挺喜欢这一串的这个 其实这些东西 都挺便宜的这东西 OK 只要他喜欢就买啊 这应该是用玻璃做的 都是用玻璃做的啊 红红绿绿的 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红红绿绿的 你看这里 全一些小隔间 小隔间卖这个东西太多了 四周太多了 挺漂亮的 你有没有 你但我好想 How much? $400, OK. $400,就是$22块钱左右,4624,现在汇率应该是$22块钱左右,OK,你们俩,我丈母娘戴一下看他好不好看,啊,哈哈,现在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喜欢戴这个东西啊,这是尼泊尔的文化,啊,大家感觉我, 这个,张母娘戴这个,好不好看呢,其实我还是喜欢这个,我还是喜欢像这个样子的,我还是喜欢像这个样子的话,这个样子的话,下面大一点,上面小一点,这个红红的,我觉得,我觉得挺好看的,张母娘的话,她喜欢那样子, 这些挺便宜的,只要$20块钱左右,$21块钱,挺便宜的,我张母娘还在纠结呢,我也不知道她在纠结什么,纠结价格呢,还是纠结这个,不好看呢,喜欢逛街呢,还是什么原因, 她们是在讲价嘛,是,我张母娘应该是在讲价嘛,应该是,我觉得没必要讲价,就$20块钱的东西,OK, 好吗,300,哦,原来我,我张母娘在讲价呢,刚才是400哈,我张母娘拿到这个,我总说她在,在纠结,在犹豫,在,在,在干嘛呢,这个,原来是在,原来是在,原来在跟她讲价哈,400的话,讲到了300,大概15块钱,给张母娘买了一条,买了一条, 一条项链,15块,挺实惠的,15块,可能是勤俭节约惯的,都是,上了点年纪的,去买东西的话,都会讲下价,其实我出去买东西,我也讲价啊,特别是尼泊尔人对中国人的话,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开价, 你像,他们开价开的少啊,就开了,多开了一百,你像我,如果我去买的话,可能都要一千了,可能 今天非常开心啊,给张母娘做了一点贡献,终于,给张母娘买了一条,好的,我们已经付过钱了,那咱们走吧,这个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太拥挤了,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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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出去吧, 好的,那么,咱们这次小视频的话,带张母娘买买的话,就坐在这里了,咱们去看点别的,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我的视频,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